找一個故意來開鎖去 沒有 完全都沒有出去了 沒有 就是大家的猜測啊 但是可以找人來這樣子開鎖嗎 我沒有啊 我找誰來開鎖 誰啊 不要造謠欸 不要造謠啊 你們不要拿不時的指控 這是什麼造謠的方式 用問題來造謠 如果我怕我猜我猜你會造謠 是誰啊 幾點 你小心你的說話 你說幾點 幾點 幾點 你不是在七點前 就在茶水間裡面 好 那就講我七點在茶水間 好 你跟黃傑不是在裡面提點 你就是在裡面 你就是在裡面 進入會議室 要先合作造謠喔 我竟然在茶水間喝水 我怎麼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切的問題 都是因為國民黨不夠認真 不夠上進 不夠努力守護他們想要通過的議案 而民進黨非常努力 我們到的時候 國民黨都還沒有來 國民黨太晚來 然後只會每天在這邊幻想 五點四十五分 黃傑找鎖開門 就是王宏偉在外面講的 他就是不行的造謠 請換鎖鎖在哪裡 黃傑在哪裡 每一個人都在攻擊記者 記者哪邊造謠了 國民黨造謠 記者哪邊造謠了 民進黨有差 你不要幫我倒小心 那為什麼你們今天要把 號口都對準記者呢 記者就沒有提問的權利 然後每個人都說記者在造謠 包含那邊的立委 都說記者在造謠 這就是民進黨的認知作戰嘛 民進黨不喜歡記者的問題 就說大家都在造謠 這就是民進黨 他比同一黨認真 不是七點時間 七點才開門嗎 都必須要舉證 都必須要對他的言論負責 都是在造謠 王宏偉是造謠偉 大家都知道 所以王宏偉委員講的 這個不是事實嗎 他們有證據在說好不好 請王宏偉拿出證據 我這時間到了 只要有不實指控的 我們都不排除提告 很清楚了齁 剛剛說到什麼晚上的事情的人 都要負責